大家好,欢迎来到双汇风控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大家非常有兴趣的话题就是 如何从汇市外汇市场中赚起 数百倍的回报 那么 英国的进报报道这个Edward 那个英国的一个年轻人16岁还在读书的年轻人 通过 英国偷这个事件 这一年之内用150英半 赚到了 63000英半 总共翻了420倍 那么 今天就是要讲怎么样 让大家可以重复这个Edward做的事情 好,这一个 这个故事里面有几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年轻人16岁 就是说他根本没什么特别的技能 他只是看着这一个盘 第二个他使用的金钱非常少 150英半 最后 涨了420倍 变成63000英半 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跟大家说 只要大家 有兴趣的话 不管你的出生身份 还有受的教育 工作经验 或者是你有多少钱 都是可以 短时间内报复的 不仅Edward有这个故事 很多我们在这个 这个什么朋友圈里面常常会看到 谁谁谁又赚了多少倍 谁谁又翻了多少番 那么包括有一些 专业的人员都会说他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赚20倍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子 我们暂时不说那些 某某 名人 用几万块钱 起家最后管理数百亿的资产的这些 我们就是我们身边常常看到这种 以小博大的故事 那么我们 就是说那个可以赚20倍 我把他打个直扣就是赚他赚10倍好了 一个星期赚10倍 两年有108个星期 108个星期 我是说你只要有5个星期 可以 赚10倍 这段时间 你别的时间都不赚 就5个星期 那么 从1000块钱开始 第1次10倍变1万 第2次10倍变10万 第3次变100万 第4次 就变成 1000万了 就是说你一年之中 只要有5个星期 这样子做的话 你就1000块钱 就是4个星期 不是5个星期 1000块钱就变成1000万了 不得了啊 这个 他这个 再翻一个400多倍的话 那就是 大富翁了 问题是 所有人 可以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实现吗 当然是不确定的 那么好 我现在跟大家讲 这一个人 我教大家如何从会社中赚数百倍 就是一个字 读 答案就是读 为什么我说他是赌 是因为这个会社里面 大家都不确定 他到底可不可以赚钱 对有人是一下子 就赚了几十倍 数百倍 那么 可是一下子他就不见了 那这个 不确定性就提供了很 大的刺激的 乐趣 这个刺激 而且是用真金白银的 你一下子 做得好的话 你赚个几百倍 非常开心 一下子又跌落到谷底 高高低低起起伏伏 这个过程非常非常有娱乐性 所以大家乐此不疲 你看 我看那个报道之中 说这个年轻人已经有个黑眼圈了 那么下面 就有很多网友回复说 哎呀你看 做外汇 不管是英国人了 都是要熬夜 熬夜就熬出黑眼圈来了 这里面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为什么 他 他是一个学生 他读书 之余还要熬夜做这个事情 因为 他是有娱乐性 是一个赌博的 我们常常最近不是说996吗 就是大家 抱怨这个加班时间太长了 996受不了了 可是 大家结束了之后 很多人下班之后回到家 马上就抱着电脑来做外汇交易 为什么就可以了 是因为工作是没有乐趣的 交易 是有乐趣的 他有乐趣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不确定性 非常非常有娱乐价值 那么我们这边回头讲一个就是说 外汇市场 如果你交易股票 期货他还有时间限制 8个小时之后他又不结束了 外汇市场是24小时 每周五天半再给你交易 你看多有趣 下课 下课 下工 下班之后就来交易 那么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 一个星期有三次下班了 就去赌场赌的话 那你百分之百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烂赌徒 可是换成会试 结果不一样了 就可以美其名叫做学习 投资 理财 你做了两三年 还没赚到钱 还继续做 人家说你坚持 坚持就是胜利 所有的美名 由于你是做外汇 虽然性质都是赌博 可是你在做外汇的话 就显得非常高大上 不仅他这个东西显得高大上 而且还有很多推波助澜的 除了 报道这些 翻了数倍的这些例子之外 还有很多教学机构啊 视频啊 书籍啊 告诉你 说你可以从这一个过程之中赚到钱 好 那么 到底可不可以从这个 这一个会试中赚到钱呢 我先讲一个故事 我就说我可以教你点识成金术 你跟我学你绝对 通过这个步骤这个步骤这个步骤 你就把石头拿过来 你会变 把石头变成金子 你给我这个学费 我教你 好你去弄 可是最后有一条 就是你要心无杂炼 你把所有的步骤都做了 怎么金子还出不来啊 我是你的教师说 你心有杂炼 所以你弄不出来 奇怪了 你如果心没杂炼 你会想把石头变成金子吗 这一个故事 就是恰恰说明 外汇的这种所有培训 不管他什么办法 都会告诉你是说 你学了这一步 这一步 你就可以赚钱 不过你必须要守纪律 一定要遵守铁的纪律 你才可以做得到 这你又是一个很 可笑的一个博论 为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做外汇 我们为什么做交易 我们追求自由 我们希望有财务的自由 我们希望我们工作是自由的 是没有人看着我们的 好了现在你告诉我说 你要守纪律 铁的纪律 你学完这些 这些步骤之后 你有了铁的纪律 你才可以赚钱 你赚不到钱是因为你这边 没有守纪律 没有执行你的计划 所以你就赚不了钱了 那是不是跟你 点识成金术 要心无杂念 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呢 这边讲到这边 那到底外汇可不可以赚钱啊 或者交易可不可以赚钱啊 可以 可是不是铁的纪律 有程序做完之后 还 最后那一段 不叫铁的纪律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 如果 那个 教学的 教投资的 教这个 炒股炒汇 炒什么的 这些不告诉你说要铁的纪律 你跑掉 可是他告诉你 一定要铁的纪律 你也要跑掉 为什么我等会再跟你说 铁的纪律 我们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什么人才做得到 只有军队 军队为什么可以做到铁的纪律 因为他有善事 善事看着你 你做不好 严重 严厉的惩罚 你做这个交易之中全是自由的 谁惩罚你啊 只要你有钱 你就可以做 唯一惩罚就是你的收入少了 你的收入变少了 钱变少了 这个惩罚 对你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那么 除了铁的纪律 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 交易之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呢 这是一个 崭新的概念 大家记住 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 让你在交易中 能够赚钱的 决定因素 除了那些 一个步骤 两个步骤 怎么样看图之外 责任 记住责任 责任是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即便是一个烂赌徒 他都有一定的责任感 但一个人完全没有责任感的话 那你也不用什么都不用做了 就歇菜去吧 责任 责任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介绍 责任就是你有责任保护你的账户 简单的说就是你要是止损 你的止损百分比 一定 要保护到你的账户 每次亏损之后 绝大部分 资金还是存在的 这是其中一个责任 你的责任是你准时上下班 交易要有的责任感 什么时候上班 什么时候下班 你交易之中还要平衡你的生活 平衡你的学习 你还要有生活 你有责任 对你家庭 做贡献 就是有亲子时间啊 有跟父母沟通的时间啊 这些都是责任 还有一个 你必须学习 这边又有一个博论了 刚才不是说 如果不教你铁的纪律的 你不要跟他学 叫你铁的纪律的 你也是做不到 就是说点诗成经的那个 心无杂念一样的原理 你要跑掉 那我跟谁学啊 你要跟 懂得 告诉你责任的人学 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责任感 是因为我们可以预知 未来 所以我们有责任 简单来说 学生 学生的责任是什么 读书 他为什么会读书 是因为他知道他好好读书 他把这个学习这个责任做完了之后 他未来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会有个很好的远景 所以他会好好的读书 我们每天去上班 我们工作是我的责任 为什么我把这个工作做好 是因为每个月的月底之后 我会收到我的 薪水 这个薪水是可预见的 当你知道可预见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有责任感 那么 外汇市场 可不可以预见呢 我告诉你 简单来说是可以 什么要可以 比方说你可以预见你亏损多少 至少你可以预见你亏损的这个 亏损多少 因为你进产之后可以设定的这个亏损 那么你可不可以预见你赚钱呢 可以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你预见到你可以赚钱的 当然这个方法就是 非常 长的一个篇幅了 今天呢就可能就不可以跟大家讲到这 讲这么多了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重点是什么呢 我今天 通过是说 一个 英国 我这个年轻人的故事 跟大家讲怎么样可以赚到 数百倍的回报 那么 就是读 就很有乐趣 大家会不断的在这边玩 然后 讲到 所有教学都讲铁的纪律 铁的纪律 跟点是曾经心无杂脸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基本上是 你是做不到的 如果做得到你 回来跟我说 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得到 重点在责任 责任 是因为你对未来有预知性 才会去进行的 那么对惠事的预知性 是一个很长的篇幅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我的中文名叫陈峰 英文名叫 Franchain 这个视频是没有剪辑的 是一刀就录下来的 如果大家喜欢 请大家点赞跟分享 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楽意的 不错 感谢观看